大家好,我是高五刚 各位曾有老师 我今天为大家做一场关于钢丝灯及传统演奏手法的讲座 在此感谢朱雀乐器厂的邀请 在我多年的古灯学习教学生儿中 接触了很多老一辈的增加 也经历了古增演奏这几十年的发展与革新 古增在千百年的流传中 一直使用的是丝弦 钢丝弦用在增上 现在一般认为是以潮州 随着建国后古增走入音乐院校 老一辈增加发现传统丝弦 在音量和语音上有明显的劣势 也逐渐开始采用钢丝灯弦 我父亲高志成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就开始采用钢丝灯教学 我们也看到河南增洞派 和钢磁针自身的优势是分不开的 因为我们传统的针与人 不管是潮州 客家 河南 山东 都具有名歌 戏曲 方言等特点 枪与韵是细腻多变的 钢磁针可塑性更强 因此钢磁针也更适合传统乐曲 近几十年 针乐蓬勃发展 针演奏技术 针的形制也在发展 从传统十三弦 十六弦 到现在的二十一弦 从丝贤 钢磁针到现在的尼龙禅贤 从空手谈到现在增加 再到现在的内代式增加 从传统的生运 相邪 到现在的繁阴寡运 有很多依然在探索发展 我想说 钢磁针虽然是时代的产物 但它在传统民族增乐中 起到不可被取代的作用 我们现在用的尼龙贤针在演奏中 因为有一层缠险 对于演奏者 触旋反馈音 反馈音色不够灵敏 云短 衰减太快 一音多运就显得气不长 力不足 声不透 情不动 钢磁针发声灵敏 音运长 空间大 适合一个音多次的滑 暗 颤 运中有情 运情相生 回味如群 钢磁针对于我们演奏者的要求也更高 相较于尼龙贤发声更为淋漓 不仅需要演奏者全面掌握左手音韵变化 也考验演奏者右手对音色的把握 要求音色纯净且多变 轻弹如窃窃思雨 柔弹柔情似水 维婉延绵 用力弹气势磅礴 惊涛海浪 下面我弹绣针扁 让各位老师感受一下钢磁针的音色特点 这个钢磁针的发声和凝显截然不同 我弹一遍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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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能和演奏者之间是没有距离的 直接展现心里的音乐 也更贴近心声 但刚才能对于刚接触的演奏者 也更难控制 琴弦戏任性强 和现代演奏手法发力也不同 这些年我发现有很多青年演奏者用现代 拜放的音乐气息与力度来演奏传统乐曲 我个人感觉是不太合适的 传统音乐的气息是较内敛 含蓄 但并不缺乏气势 它是靠演奏者的音乐理解 它是靠演奏者的音乐理解 与琴 二合为一 不显露 锋芒 自刚柔并进 既稳如磐石 又灵活如珠 音韵流转 连绵不断 下面我来介绍传统争取演奏手法 我们说到传统手法 必然会想到杂装 不管南派北派都会杂装 用哪个指头杂合适 杂到什么位置 什么角度才合理 我通过一首演奏曲 做简要介绍 那么请工作人员 把这个演奏曲放到屏幕上 让大家看一下 第一 一般来说 我们多用无名指杂装 当然小指 明指 同时扎装也是可以的 在扎装的时候 沉尖落轴 手腕列高 手腕太平化 力量下不去 像我这个手型就可以扎装 无名指杂 正好放在这个西安和越山的这个位置上 那么二要扎到什么位置呢 大家请看谱子 第一句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音 出现的音高音在缩上 那么我们扎装就要在中音拉弦上 如果年龄小 手小也可以适当的放进去 扎的位置放在越山的弦处 看弦到越山的这个位置上 不要放在越山上 你放越上 容易碰出噪音来 三 我们要注意扎装是手指起到支撑作用 要求松扎装 灵活起放 松紧有度 循环用力 不能用力过紧 有人扎装练一会儿 手掌 手指某些地方 或者胳膊 紧酸 姜 或者硬 就是用力用在手掌的右边 右侧 右紧 右沉 方法不对 这个练血三个小节为一句 用了三次扎装 先扎装弹 第一小节 起再扎进行第二次弹 再起再扎装弹第三小节 这个曲子扎装的间隙 也小 这个需要我们练一者做到以上的这几点 我把第一句弹一下 看先扎装 起来第二句 再起 这个这就是三次扎装 大家看到这个执法标记 这是一首先批后托的练习曲 他选自高自成先承编辑的 高自成先承编辑的增练习曲 其中一首 也是我们入门山东增曲练习大指小关节批托的练习曲 感兴趣的曾有可以自己来练一下 我再把第一句弹一下 抹批托 抹批托 抹批批批托 批托 尾巴带颤 尾巴带颤 这个练习曲 我觉得对初学的合成爱好者可以练一练挺好的 一直从高音弹到低音再弹回来都可以 下面我通过两首山东增曲来简要介绍一下传统手法的特点 第一首 凤祥歌 这是山东民间增曲 鲁征秦书曲盘里的一首著名唱腔曲盘增曲 流传在山东鲁征南地区的山东琴书 已有数百年历史了 在我父亲高智成先生的山东增曲集 鲁征秦书曲盘里简介里提到 在他孩童时代就常听到老人们 在一起谈论琴书戏文 当时唱琴书多用于灯来伴奏 因此鲁征南地区拥有大量的鲁征 琴书曲盘 它曲调优美 贴雅古朴 又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 真实地反映了当地民风民俗 抒发了劳动人朴素感情 表达了美好影响 鲁征秦书曲盘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为唱腔曲盘 也叫唱腔 另类为小板曲盘又叫曲盘 唱腔曲盘有曲有词 小板曲盘有曲无词 是琴书的前奏或尖奏 也就是戏剧页中 通常所说的过门过板 凤阳歌就是唱腔曲盘里的其中一首争取 唱腔曲盘有多少争取 如凤阳歌 叠断桥 舵子板等 琴书曲盘里的争取 有曲调慢隐 则哀怨 委婉 如歌如素 孤体如愿 有吉奏则豪荒 忠愤 慷慨激烈 悲愤激昂 每个曲盘 每个上腔曲盘 都可以填不同的词 表现众多内容 其用法 活泼 音乐 斜碗 感染力强 从历史 故事人物等等的情书说唱 真切的反映出劳动人民质朴的心声 即文化生活自娱自乐 这是劳动人民的心声 凤翔歌 以龙飞凤翔的民间典故 赞美祖国山河 与国泰民安 下面我简单的介绍凤翔歌的技法 第一个 乐曲多次出现了抹披托 连抹 我谈到这儿说 我跟大家说 抹批托连抹 这个技法的运用 使曲盗轻快 巧妙地把16分音符 和32分音符 这五个音流畅表现出来 既有颗粒又有连 如果用其他技法弹 就没有这个效果 抹批托这一技法轻松去着 同时弹奏传统乐曲 要用扎装 而扎装的运用 起到了支撑 便于弹奏 使其音乐更加流畅 同时亦控制手行手法 在这里我特别强谈 弹奏传统 争取乐曲时 用扎装是要灵活 根据音乐句型 句子的走向变化 变换扎装的位置 以便准确地弹奏 一个完整的句子 扎装是传统 争取 运用手指的一个关键步骤 同时扎装不要硬扎 不变 将用的扎着不变 要随音乐而动 并且不是弹奏乐曲时 全部扎装 就抹批托 我刚弹的这个句子 所用的技法 抹批托不扎装 连抹扎 锁拉托 锁拉才扎装 就是 柱后边的音更连贯 这个凤香歌作用手法 这个谱子出现了 拉叨叨叨叨叨 细拉拉拉 软软缩 我弹一下 也是我弹到这 大家听 完了我再说 那么这个缩缩缩缩 作为一个音乐的 一个句子的尾巴 它的颤音就要求 第一个重 第二个弱 第二个稍微轻一点 这个句子 就有一个好的收尾 这个颤音的手法 一般就是 我们就要用手 就要这么用 那么继续调谈 又是出现了抹批的连膜 这里边就出现了好几种技巧 一是拉叨叨叨叨 这个 这一共出现三次 那么这颗句型 左手用那个持续平稳的微轻 后边也有两次 后边也有两次用三 出现三次 这个同度微轻 要求上下幅度均匀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种颤音 这个颤音手几乎没有动 但是有 看大家几乎看不下动 但是颤音持续非常为了他 这个这是颤音的一个讲究 这种坐运手法 河南争取也广泛应用 颤音的幅度是根据各地的风格 音乐要求 颤音的幅度不一样 那么凤翔哥还出现了一个 这个音 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 唯一的这个曲子里边 唯一个大幅度的颤音 二度颤音的运动弯曲二度 使音乐更加富有弹性 我再谈遍大家听一下 他前也出现了一个强 一个弱 这种句子收尾很有意思的 那么 这个凤翔哥的最后出现了一个 这个 这个里边 着手运用了一个回滑带颤 就回滑非常大的 一个着手的一个技法 那么凤翔哥既有丰富的技法 又有多姿多彩的颤音 在弹奏该曲时 有时句型就要有颗粒感 又要有连贯性 而最 更重要的全曲要有 要有戏剧音腔的流动性 这一点在弹奏 传统争取时尤为重要 那么我再把凤翔哥再弹一遍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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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